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每年5到10月份,我国雨季来临 而这个时候也是洪浪灾海最被高发的时光 无情的洪水肆意破坏我们家人的空时 以严重威胁着人们的生命安全 在所有洪浪灾海中,山洪的发生最为突然 破坏力也是最大的 山洪起来,房屋、牲畜、树木会被瞬间冲走 而当洪水中剥挟有泥土沙时候 就形成了粘稠的泥石流 往期破坏威力更加惊人 所到日处,楼宇、城镇、山林 会在瞬间被以为屏蔽 面对汹涌袭来的山洪和泥石流 一切会顺便吞没 似乎没有任何抵抗力 但为什么有一些人身陷其中 却能够成功求生呢 他们有什么保命绝招 身陷山洪和泥石流中 又会是怎样的感受呢 本期节目原来如此验证着 宁元、刘思雨将还原山洪来临时的 金线场面 亲身探索山洪中求生的优教方法 用人工制造破坏了惊人的泥石流 体验在泥石流中 艰难求生的全过程 有过露营经验的人们都知道 将帐篷搭建在河滩上 是极其错误和危险的行为 但是在今年8月 一群四川的旅友 因为河边的风光好 偏偏把露营帐篷搭建在了河滩上 夜晚来临 露营地上游突下暴雨 导致河滩迅速涨水 形成山洪 汹涌的洪水 四月露营地 瞬间夺走了两人的生命 而侥幸活下来的旅友们 只因为稍微远离了河岸 才得以逃离洪水的吞噬 洪水袭来的危机关头 帐篷里的人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面对洪水的冲击 身在帐篷里 难道真的毫无生还的可能吗 帐篷被冲走前 人们是否有时间进行自救呢 想要解决这些疑问 宁元和刘思雨 就要还原一场 山洪冲击露营地的真实场景 他们打算找一座山坡 改造成为山洪突发的实情场地 将山坡顶端 挖一个可以蓄水的水池 山坡下坊 修建一条模拟河滩的平坦道路 两人将在道路上扎营 道路下坊还需要一个 模拟河流的水池 验人过程中 人可能和帐篷一起 被冲进水池中 将山坡上的蓄水池蓄满水 用推土机推开蓄水池边缘 造成决堤来模拟山洪爆发 宁元和刘思雨将在山洪来袭时 体验帐篷里的危险遭遇 探索能够从洪水中 逃出来的有效方法 而这样的场地 又到哪里去寻找呢 济南南响高级技工学校的 挖掘机训练场上 竟有这样一块场地 平坦的场地中央 松立着一座十米高的沙山 正好满足验证者需要的山坡场地 沙山不远处就有一个池塘 可以用来模拟河流 训练场上的挖掘机 可以为我们的场地搭建 提供支持 稍假改造 这里就可以满足 我们的验证条件 短暂安排过后 场地搭建快速进行 想要模拟出山洪 从高处清洁而下 就要将大量的水流 储存到沙山顶部 挖掘机在山顶挖好蓄水池 工作人员将密闭的塑料红膜 覆盖在坑里 小心点 水管将水流快速沿入山顶 灌入蓄水池 这个蓄水池可以装在二十吨水 二十吨水流清洁而下 足够模拟出一场 小型珊瑚的灾难现场 现在我们就在这个水塘边上 然后我们这个帐篷也准备好了 那现在呢 上面的这个水已经去好了 现在就模拟一下 把帐篷搭在这个位置吧 就搭在这个下面 对 看一看等会儿水下来的时候 会不会把这个帐篷冲走 好 就处这吧 好 宁元和刘思雨将露营帐篷扎在山脚下 一会儿 两人将在这个帐篷中直面洪水的冲击 探索逃生的方法 站在十米高的沙山底部 想着即将清洁而下的二十吨洪水 从未有过山洪逃生经验的刘思雨 第一次感觉到了害怕 因为山体是沙子堆称的 所以一旦由水流清洁而下 势必会混入大量的沙土 那时候冲向宁元和刘思雨带 已经不是清澈的水流了 极有可能演变成为冲击力量更加巨大的泥水 甚至有将两人直接埋在里面的可能 这该怎么办呢 这是最简单的 但如果冲下来都要把他们埋了怎么办 就是你看现在 如果说咱这个地方 如果说真是 真是说埋入了 我就说用那个救生衣戴身上之后 戴身床 直接往外拽 直接拽出来 直接往外拽 这是把底了 这是应该说最快的吧 因体验极具危险性 济南美里户消防中队的消防战士 为宁元和刘思雨做了周密的安全保护 除了救生衣和四肢的护具 还给两人拴上了救援绳索 以便在两人被沙土埋没后 可以及时将他们拉出来 你们我跟你们说 你们如果说 正在里面这个情况的时候 尽量的这个双臂 双臂要撑起来 撑起来 撑起来 尽量的双臂撑起来 这样的话 你至少你身体往下压的时候 它有一定的空间 不会让你直接脸就趴在你脸 刘思雨认为 当山洪来袭 身在帐篷里的人并非毫无生还的可能 一定有逃生的时间和机会 所以 他想亲自体验 山洪冲击帐篷的全过程 探索求生方法 在目睹了所有准备工作之后 面对之前从未有过的逃生体验 胆大的刘思雨明显紧张了起来 奶奶进去吧 来 来 后面收下绳子 爱思雨 一会儿不管出什么情况 千万别慌 千万别慌 因为底下这个水冲啊 也就这么深 也就最深的话 也就超过大概在腰这个位置 所以你只要把身子站直 人就没事 但是 我头呢 就往上走 我往上找 沙山顶上 二十吨水流已经装在环壁 挖掘机已在山顶待命 随时准备进行决堤作业 面对即将到来的山红求生体验 现场所有人紧张 因为山红冲击露营帐篷的灾难 突然发生在夜晚 为了更加准确的模拟真实情况 摄制组等待着夜幕的降低 面对即将到来的二十吨水流的冲击 即使有着山红救援经历的宁缘在身旁 不安的情趣还是从刘思雨的脸上蔓延开来 咱俩一会儿挫开啊 前后挫开 这个水下来以后 我往这边摘 前往这压着你 好 我往前面一点 洪水袭来的危急环头 帐篷里的人们究竟遭遇了什么 帐篷被冲走前 人们是否有机会自救呢 宁缘和刘思雨即将通过亲身体验 揭开大案 准备好了吗 准备好了 准备好了 来 行程 三 三 二 一 洪水 去掉 打开 打开 这人都没准备了 没准备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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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好 快点 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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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快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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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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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上 上 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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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随着两台挖掘机将沙山上的蓄水池边缘挖开 模拟的汹涌洪水瞬间掘地而下 夹杂着泥沙的水流瞬间冲击到了 正下方明远和刘思雨所处的露营帐篷 不到五秒钟的时间 仅仅定在地上的露营帐篷 就被洪水冲到了模拟河流的水池中 从帐篷内的摄像机我们可以清晰地看到 洪水冲击开始时 明远用整个身体支撑起了帐篷的一边 可没过多久 它已经无法承受水流的冲击力了 汹涌的洪水将它和帐篷 一起冲压到了一旁的刘思雨身上 翻滚的帐篷瞬间被冲进了水池 从明远头顶的微型摄像机画面 我们可以看到 在整个冲击过程中 身处帐篷中的明远和刘思雨 根本无法有效辩论方向 更难以展开四旧情况 为保证两个人的安全 消防队员健康 马上将二人从泥水覆盖的帐篷中 拉了出来 我完全没有感觉 怎么一下就回来那么多水 而且咱这个水好像下来 只是刚开始那一会儿 咱们上来以后水还流了一会儿呢 你没伤着吧 没有伤着 只是那一瞬间 就是感觉你没有呼吸的余地了 对对对 就是没有一点点空隙 而且我跟你讲 小妮啊 刚刚过来的时候 我们在帐篷里面 我觉得它就像是一个袋子一样 在包着我 对 整个把果写在里头了 我根本出不来 咱们现在这个水只有二十吨 这个坡度只有十几米 如果是真正的山虹的话 吨位 水的吨数远远要比这个高 而且坡度一定比这个高 二十吨水形成的模拟山虹 就能够将宁元和刘四乙 陷入如此危险的境地 这也仅仅是山虹 争獰面貌的一角而已 仅随山虹而来的石块 树木 随时有可能撞击到 遇险者的身体 使遇险者重伤 甚至死亡 在无法辨别方向的前提下 即使会游泳的人 也难逃被洪水吞没的厄运 对于不会游泳的人来说 溺水和窒息 将时刻威胁着他们的生命安全 所以切记千万不要在河滩 或离水流太近的地方 搭建露营帐篷 山虹一旦爆发后 沿途混入地表 大量松动的石头和泥沙 就极有可能转化成为 破坏力更加巨大的泥石流 在以水为主的洪水中逃生 尚且如此艰难 那么如果深陷 更加可怕危险的泥石流中 又该怎样逃生呢 2004年7月 四川省康定城外山区 突发泥石流 大量泥浆从山顶倾泻而下 瞬间阻断了318湖道 图经此地的一家人 不幸深陷陷情 若不是及时汽车逃跑 可能随着车体 深深被埋在了泥浆当中 正当他们想把三轮摩托车 挪移出来的时候 第二波的泥石流 裹挤着碎石 从山坡上滑落下来 意识到危险的他们 马上仓皇逃生 几个人连滚带爬 刚刚逃离事故现场 受灾区域就被泥石流覆盖 面对突然来袭的泥石流 有些人往高处逃跑 有一些人快速躲避到 坚固的汽车和房屋内 究竟哪种逃生行为是正确的呢 为了探究这一问题 明远和刘思雨 准备还原一场小型的泥石流 探究和体验泥石流 来临时的求生方法 宁园和刘思雨 准备人工搭建一个小型的山谷 山谷顶峰处挖掘一个 可以容纳20吨泥浆的深坑 山谷下方修建一个平台模拟公路 将面包车放置在公路上 验证时用挖掘机挖开深坑边缘 导致泥浆决堤 模拟泥石流爆发的场景 验证者想知道 泥石流灾难来临之际 选择躲避到汽车中 或者是往山谷两边的逃跑求生 哪一种逃跑方法更能保命呢 各种大型机械骑掌阵 场地的改造工作快速有效地 在工作人员的协助下 经过两个小时的施工 模拟泥石流突发的山谷已经改造完毕 济南美里湖中队的消防战士 已经把水管接好 开始往山顶的蓄水池里灌水 接下来 宁元和刘思宇准备在蓄水池中掺入泥沙 模拟出足以致命的泥石流 我觉得现在小宁 我觉得现在这个环形 它的周围已经是泥江的状态了 对 我现在还走一次 我来感觉一下 不行 我觉得每走一步都像是 有人一个手在抓住我的脚 没错 我根本就走不动 我现在之前的洪水实验当中 我现在就跑步 我速度太慢了 所以我觉得这一次我肯定会活 所以等会儿我选择往车里跑 你在车里躲呢 对 我一定要躲上车里面 我在车里面躲着 那你是等死的 起码它会有一个环境保护着我 车它可以抵挡一些泥沙的重量 反正我跟你讲的不一样 我一定要往高度跑 那我就试试吧 宁园和刘思宇亲身感受了一下 在泥浆中移动的情况 泥浆非常粘稠 对于刘思宇来说 他认为 以他的体力 自己根本无法在这样的泥浆中快速移动 一旦摔倒 很容易被泥浆覆盖 导致溺水和窒息 所以在接下来的泥石流逃生体验中 他选择躲避在面包车里 而宁园则要在紧急关头 尝试往山谷两侧逃跑修盛 设置组使用大型吊车 将面包车吊到实验场地 一会儿 这台面包车将承受20吨泥石流的冲击 验证者和消防战士 穿戴好全套防护设备 真实验证即将开始 为了避免一旦汽车抵挡不住 泥石流的冲击而翻车 极为容易撞伤刘思雨 设置组为他做了周全的防护工作 为了防止刘思雨逆水窒息 消防队还安排了一名消防战士 一同进入车厢 两个人身上都绑有安全绳 时刻应对突发事件的发生 以便危机关头 及时将二人从泥匠中拿出 思雨你拽紧了 拽紧了 我跟你说你手不要扶着边上 你很有可能下去以后就 就夹着哪了 你手就拽上头 划伤在人的地方 不行 你现在是坐着的吗 坐着的 一旦往这边塞的话 你浑身力量就全都压门上了 你这个手拽着没有用 你蹲着 你蹲着 然后脚往这边撑着 撑着 你别让它一掉下去以后 立刻就压过去 你就失控了 我觉得悬 我刚才上来的时候 一脚一划 直接把这个坛就踩下去了 但是先把这个酒杯动 对对对对 你刚才这个姿势非常好 就这个姿势非常好 这个姿势非常好 对对对 行 我觉得差不多了 明远和刘思雨已经准备完毕 当泥石榴来袭 明远将往山上奔跑逃生 而刘思雨将躲在面包车里 抵御泥石榴的冲击 山谷顶部的泥浆已经准备完毕 两台挖掘机随时待命 进入掘地作业 想着头顶即将倾斜而下的 二十吨泥浆 胆大的刘思雨 第一次感到了害怕 谁也不知道 刘思雨是否能够安然无恙地躲过这场泥石榴 紧张的情绪在现场蔓延开来 泥石榴即将来临 宁愿能否顺利逃脱 刘思雨能否成功躲避 政治验证现在开始 三十二比沦 下机上跑 随着挖掘机将泥潭边缘推开 20吨泥浆局地而下 稳滚的泥石流 重重地撞击在了车身上 仅仅5秒钟的时间 1.5吨重的面包车 就被泥石流推下了水潭 速度之快 让在场所有人唏嘘不已 1.5吨重的面包车 根本无法保护自己的安全 在面包车侧翻的瞬间 刘思雨快速地从车后门跑了出来 随后消防战士也成功地跑了出来 我之前说躲在车里面 因为我觉得起码 它的车的外壳是非常重要的 所以它能够阻挡一部分这个泥浆的力量 可以保护住我 但是通过刚刚这一试 我觉得它只是一个牢笼在困着我 我根本出不去 而且可以看一下这个水量 来快看一下 实际上对于一个山洪来说 这个水量是极小的 非常危险的 如果真正的山洪的话 这个泥浆远远大于我们今天做实现这个泥浆 在真实环境下 泥石流的威力会远远大于我们制造的小型泥石流 甚至会夹杂更加致命的石块 这样看来 泥石流来临时 躲避在汽车中是极其错误的行为 泥石流经过处的房屋 也根本无法起到庇护安全的作用 一旦被泥石流淹没 泥浆和水流会把躲避处变成一个牢笼 极其容易发生溺水和窒息危险 在泥石流来临那一刻 宁远的选择是正确的 它向泥石流流淌的垂直方向 向山坡上拼命奔跑求生 很容易躲避泥石流的春季 甚至还有时间返回参与 对刘思雨的营救工作 突发的山洪 以极快的速度惊喜而下 如果此时正处于山洪流经的区域内 人们又该如何逃生呢 这是发生在2011年的 一起山洪事故现场 大量游客聚集在河床中玩耍 突然干涸的河床开始涨水 随后汹涌的山洪倾泻而下 有的游客仓况逃生 但也有的被困在了洪水中央 被越来越急的水流冲下百米深渊 再次观看视频我们可以发现 从河床开始涨水到洪峰到达 之间有七八秒钟的时间 奇怪的是 被困游客为何不趁此时迅速逃生 而是仍然站在洪水中呢 是跑不过洪水还是因为水流的冲击力过大 令几人无法移动身体 怀着这个疑问 宁元和刘思雨想要找一个可以模拟洪水突发的场地 尝试在洪水来临时逃跑求生 看人是否能考得过洪水 位于四川米义县的激流回旋国家队训练基地 就很符合我们的场地要求 这个激流回旋基地临河而建 直接将安宁河湍齐的河水淹入基地中 通过六道闸门控制水流的大响 可以随时往水道中注水 或者将其排干 非常适合模拟山洪由小到大冲击人的过程 随着上游闸门的打开 每秒四十吨流量的水流将清醒而出 冲击到干涸的水道中 来模拟山洪突发的场景 宁元和刘思雨将在水道中拼命奔跑 避免自己被洪水吞没 宁元和刘思雨的任务 就是在洪水来临时 从起点位置出发 奔跑三十米的距离 到达水道中的救生扶梯处 两人的奔跑速度 能否快过洪水来袭的速度呢 干涸的水道下 石板坑挖随处和剑 正好能够模拟出 干涸河床的现场情况 在这样的地方奔跑 时刻都有摔倒摔伤的危险 虽然宁元和刘思雨 穿着拳套的护具 但是深知洪水冲击力的两人 还是显得非常紧张 日常训练中 这个水道中的水流异常凶猛 就连运动员们都要谨慎对待 在宁元和刘思雨 到达救生梯的过程中 随时有被洪水冲走的威胁 弥义县消防队在水道下游 还设置了两道安全绳索 用来拦截和救援 被洪水冲走的体验者 事件视频中被洪水围困的人员为何不跑 只没过膝盖的洪水 就能够将人困在原地吗 山洪爆发时 人是否跑得过洪水呢 答案马上揭晓 宁元和刘思雨下到干涸的水道中 想着即将到来的汹涌水流 不会游泳的刘思雨 立刻感觉到了害怕 我好紧张啊 你给我走是否会摔 没人游我的 随着电动机的启动 水闸内的三道闸门同时打开 汹涌的洪水奔袭而来 宁元和刘思雨 能够跑得过洪水吗 看见没 看见没 走会儿 走会儿 这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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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走 安晓 你给我走吧 对 安晓 把水过了 到水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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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站直不住 你就摔一招啊 慢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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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洪水冲击到宁元和刘思雨脚踝的时候 两人奋力向水道下游跑去 冰冷的河水和复杂的环境 大大降低了两人的奔跑速度 浑浊的河水下根本看不清楚地形 由于担心被半倒降水 两人只有不停摸索着前击 前几秒的水流刚刚摸过脚踝 仅仅过了六七秒钟 汹涌的水流快速涨到了验证者的大腿部位 猝不及防的摄像师瞬间被水流冲走 原来在这起山洪事件中 被困游客则水流摸过大腿之前是有时间逃生的 几个人因为害怕错过了最佳求生时间 最终导致悲剧的发生 水危险还在继续上升 水流流速也越来越快 因为水道两侧是垂直的墙壁 只有到达救生梯 两人才能脱离危险的水流冲击 这边应该有个坛 咱溜着边走 溜着边走 没事 你就沿着我的面等 沿着我的路等 快了 就到那边就行了 走 慢点 慢点 要给我先走 要给我先走 要抬尖吗 没事 我等着了 我等着了 你跟着我走 你看着我的线 我先走 快了 谢谢 面对冲击力巨大的水流 此时的刘思雨因为害怕而不停地尖叫 即使宁愿搀扶着它 也无法使它冷静下来 在经过一处狭窄水道时 水流突然加速 刘思雨险些再次被冲倒 终于在经过最后一个急流区后 宁愿和刘思雨到达了此次逃脱体验的终点 这一次已经有了在浑浊水流中行走经验的两个人 有条不紊地往下游行走 眼看着水流越来越快 深度已经没过了膝盖 要不是宁愿在一旁搀扶 身形弱小的刘思雨早已经被洪水冲走了 最终行走了将近三十米的距离 两人来到了一处水流平缓的浅滩 宁愿马上将已经精疲力尽的刘思雨送上岸 惊魂未定的刘思雨彻底没劲了 瘫坐在岸上 而自认为还有体力的宁愿 还想继续尝试在急腰身的洪水中 有效逃脱的行为方法 往上往下走一段 宁愿尝试往更湍急的水流中走去 他想知道在这样急的洪水中 真的就没有办法移动求生了吗 混浊的水道中 宁愿根本看不清脚下的路 只能慢慢摸索着前进 此时水流已经没到了他的腰部 巨大的冲击力 使宁愿不得不抓住岸边的石台 根本无法再向前移动 这边手太急了 是 OPピ muk presence 要反对吗 喜欢 不注重 更沂地 travel 还要测? 所以 宁愿继续在急腰深的洪水中行走 在到达一处湖口地形时 湍急的洪水突然被加速 宁愿随即两手牢牢地把住岸边石台 还是被水流强大的冲击力扯入水风 幸亏消防队的救援措施 他和摄像师才被及时救上岸来 腰上没事吧 擦了一下 没事吧 擦了一下 怎么了 这个速度直接就失控了 直接就失控了 通过回放我们可以发现 被洪水冲倒的宁源 在水中根本无法调整方向 甚至是头部朝前被冲向湖口 在被冲走的这一过程中 宁愿多次撞击到了头部 如果没有戴头盔 他的头部在这两次撞击中 将受到严重的创伤 可以想象 遭遇珊瑚的游客 在急速洪水的冲击之下 身体会失去平衡 很有可能 头部会遭到撞击 昏厥或者死亡 这个训练水道里的水量 离真正的山洪水量 还差得很远 可身处其中的验证者 已经感到体力不支 无法招架了 而真正的山洪流速 远超实验水道的水流流速 所以千万不要在洪水来临时 犹豫不决 而是应该在发现 山洪迹象的第一时间 快速移动到高处的安全位置 避开山洪的冲击 通过验证 我们体验到了 山洪来势凶猛 冲击力巨大 一旦人们被困在这样的洪水中 专业救援人员 无法第一时间赶到现场 那么有没有自救的有效方法呢 我们又应该怎样 对被困洪水中的人们 实施救援呢 这是发生在美国 马里兰州的一起突发深洪 巨大的洪水 已经将许多群众冲走 不知去向 一位母亲凭借着水中的一颗小株 支撑着自己的身体 她的怀里还抱着一个 年仅十岁的孩子 离母亲不远处 她的大儿子 也凭借着树干 暂时保住了自己的生命 为救援队的营救工作 争取到了宝贵的时间 从很多新闻事件中 我们可以发现 落水人员在危急中 会抱住树木求生 这次 我们也将让刘思雨 模拟洪水中 暴树求生的预险人员 体验洪水中自救和救援的过程 这支组准备还原一个 被洪水围困的灾难现场 我们将激流回旋场 水道上的灶浪柱 作为洪水中的树木 固定到水流中央 刘思雨将紧紧冒入灶浪柱 直面洪水的冲击 而宁员与两位工作人员 将在岸上 借用身边的绳索 竹竿等物品承担其救援任务 为了防止参与拍摄人员 再次被洪水冲走 发生危险 米义县消防中队 为我们的体验做了完全的安全保护工作 所有下水人员均有专人进行安全保护 之前的体验 设置组见识到了汹涌洪水的强大冲击力 想到要在如此猛烈的洪水中展开救援拍摄 现场所有的人都高度紧张了起来 刘思宇此刻并不知道 他即将要面对的 是比之前冲击力更加巨大的洪水冲击 宁员也不知道 凭借自己的力量 究竟能否在即将到来的灾难中 将刘思宇成功救上岸来 被困汹涌的洪水中 身边的哪些物品 能够作为有效的救援工具呢 普通群众该如何对预险者进行救援呢 被困人员采取哪些行动 可以延长自己的求生时间呢 随着上游闸门的全部打开 汹涌的水流快速灌入水道中 此时不会游泳的流死雨 明显紧张了起来 我先选择一个相对离流死雨比较近的地方 把这个绳子给抛制出去 这个水流好大啊 宁愿打算将救生衣从岸上抛给刘思宇 此时的水流已经快速上涨到了 刘思宇的膝盖位置 开闸的魔女风水汹涌袭来 仅仅十几秒钟的时间 水位线就达到了刘思宇的大腿位置 冰冷的洪水不停地冲击得刘思宇受热的身体 在这样的冲击下 除了紧抱柱子 刘思宇无法做出任何自救的动作 由于距离太远 宁愿无法将救生衣抛到刘思宇的位置 他急忙下到水中 继续尝试抛投救生衣给刘思宇 宁愿刚踏入洪水冲击区域 强大的水流瞬间就将它冲倒 水流越来越大 就在明远刚刚踏入洪水冲击区域时 强大的水流直接将它推倒 宁愿再次隔空将救生衣抛给了刘思宇 终于在工作人员的帮助下 刘思宇拿到了救生衣 刘思宇一只手抓紧灶朗柱 用另外一只手艰难地穿上了救生衣 面对汹涌的水流 他无法空出两只手来将救生衣寄进 水道中的水流已经长到了刘思宇的腰部 他的双脚不断地被水流冲起来 根本无法在地上站稳 刘思宇穿好救生衣后 宁愿想要将绳子抛给刘思宇 好借用救生衣的福利将它拉到安全区域 看着城市 你太冷了 来 一 二 三 走 不够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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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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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时 刘思宇已经在冰冷的洪水中被困三分钟了 他努力向前奈步 想要抓住宁愿抛来的绳子 但是宁愿数次尝试救援都没有成功 而此时 刘思宇已经明显支持不住了 干净了 干净了 这个筷子被困住了 一 二 三 再来 再来一次 一 三 走 终于 刘思宇抓住了宁愿抛出的救援绳 但是 由于水流冲击力巨大 他根本无法朝宁愿的方向迈出腿 刘思宇抓住了 浮出了 我现在想不差我们的这个地方 现在想不差我们的这个地方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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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因为水流的冲击力太大 刘子宇因为害怕被冲走 所以不敢放开两只手 去抓紧绳 救援陷入了困境 被援进人救命了 刘子宇终于抓住了宁元抛出的救命绳索 此时他已经被困在冰冷的洪水中 长达五分钟 体温在持续下降 强大的水流不断地冲击着刘子宇迈出的左腿 此时他根本没有办法在水中站稳 多次的求生失利 使刘子宇的心情变得慌乱起来 随着不断上涨的洪水 情绪失控的刘子宇终于大哭了起来 绳索索救援陷入困境 明远决定换竹竿来尝试救援 绳索救援陷入困境 明远决定换竹竿来尝试救援 在于冰冷洪水的对抗过程中 刘思颖的右手没有足够的力量抓紧助 瘦弱的身体瞬间被洪水冲倒 安保人员健壮急忙实施救助 把他从洪水中及时扶起 在多数救援现场 将救生衣等漂浮物递给预险者 可以保证起脱离溺水的危险 但如何将溺水者救上岸 才是至关重要的一环 意外往往在这时发生 强大的水流冲击到刘思雨和安全员的身上 使他无法向前移动回到灶浪区 心急的宁远想要上前援助 却又一次被水流冲倒 宁远改变了救援方法 他想用坚固的竹竿代替绳索 对刘思雨展开救援 常驻肝能起到救援作用吗 一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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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次营救尘尸 这次营救尘尸 宁远再次被洪水冲倒 情急之下 他找来了一根长竹竿 想将竹竿递给刘思雨 此时刘思雨和身后的安保人员 已经被困冰冷的洪水中将近十分钟了 刘思雨被洪水冲倒后 凭借自身的力量根本无法站起来进行自救 安保人员努力地将刘思雨 推向他身前的救命柱子 多次尝试后 因为洪水的冲击力实在太大 最终两人均滑倒在水中 岸上的消防队员健壮 马上将二人拉上了岸 避免溺水事件发生 此时刘思雨体力耗尽 救援体验被迫停止 2013年8月 四川省鹏州市前江水域 一位年轻男子涉水过江时 上游水域突发暴雨 导致江水快速上涨 他被困在百米宽的江面中央 生命危在旦夕 危机时刻 围观群众和消防战士从上游放下绳索 消防战士顺水流成功地接近了预先者 并将其成功救上岸 对于救援者来说 在多数成功救援的事件当中 无论是绳索还是临时木桥 都形成的与洪水方向相反的力 这是使被困人员得以成功求生的关键 宁愿决定再次尝试救援 难道在洪水中就找不到一个 与之抗衡的力量吗 经过短暂考虑 宁愿想到了一个新的救援方法 他让控制自己身上救援绳的消防战士 移动到救援现场的上游河岸 这样一来 救援绳索的拉力 就可以跟洪水形成一个相对的力 然后自己渡水 抓住被困的流丝雨 再让大家将二人从洪水中 拉到安全水域 我不用去再去抵抗这个拉力 因为这个杆子已经把我牢牢的拉着我腰了 你们两个 只要我们俩一报警 充开了那个杆子 我们就把回凳 你们就赶快往回凳 然后在消防员一块 你们几个人一块往回凳 在最短的时间内 把我们从那里拉出来 我们摔倒都没关系 没有关系 因为这边我看了一张 宁愿与现场工作人员 确定了最终的救援方案 各个公众都快速地展开了准备工作 已经没有体力的刘思雨 还没有从刚才的意外中回过神来 他还敢再次下水吗 终于刘思雨鼓起勇气 再次来到了水道中央 面对冰冷的水流 体力透支的他 能够顺利配合救援吗 一切准备完毕 宁愿的救援方法 能够起到作用吗 对刘思雨的再次救援 现在开始 放车 放车 稳住我 稳住我 等我过来的放手 冰冷的洪水中 宁愿再一次接近游思雨 新的救援方案 能够起到效果吗 快过来 这一次 刘思雨拨起勇气 用尽最后的力气 将宁愿伸出了手臂 果然 新的救援方案 是宁愿靠近了刘思雨 但是水流的力量 还是太大 又一次将两人冲倒了 再来一次 再来一次 经过上一次救援 看到希望的宁愿 再次向刘思雨走去 尝试救援 这一次救援 会成功吗 刘思雨 放手啊 放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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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一次 经过宁愿和刘思雨的勇敢尝试 宁愿终于将刘思雨救到了河队岸 先看哥哥要受害生了没有 可轻了 还好还好 你至少上来了 但我这一次说实话 比第一次实验的时候 感觉好多了 因为我当时特别慌张 我根本不敢出去 但过后这一次我发现 得要有 就是比较沉稳的一颗心 才能够救 这一次 刘思雨明显沉着冷静了许多 不再盲目呼喊的她 保留了大部分体力 用来配合救援 在绳索的拉力下 宁愿顺利接近刘思雨 刘思雨也克服了之前的害怕情绪 向救援方向探出了半个身子 宁愿手机眼快 急忙将刘思雨抓到身前紧紧保护 工作人员和消防官兵 合力拉动绳索 将二人成功救到了安全区域 经过这次救援 宁愿详尽各种办法 终于成功地将模拟洪水中的落难者 刘思雨救了上来 在洪水中的遇难者 会因为紧张和错误次救动作 让体力快速下降 而岸边的救援者 也不能够盲目地进行救援 所以一旦被困洪水之中 一定要努力抓紧在洪水中的牢固物体 尽量平稳自己的心情 这样有利于节约体力 坚持地在救援或者是观察形式 展开自救 救援人员应该在保证自己安全的前提下 借用身边可以延长救援距离的物品 借助地势与洪水对抗 科学有效地展开救援工作 本期节目 我们亲身探索山空中求生的有效方法 救援者要借用身边物品 延长救援距离 通过力学原理 抵抗洪水冲击力 进行快速救援 预险者一定要沉着冷静 不能盲目跳水自救 要牢牢抱住水中的固定物体 保存体力等待救援 我们还探究了 泥石流来临时的逃生方式 躲避在汽车中是极其错误的行为 应该沿垂直泥石流移动方向 往高处逃跑求生 洪水无情 当灾难来临时 我们一定要保持一颗镇定的心 利用科学的方法抵御洪水 有效保障自己和身边人的生命安全